你知道赵云为什么不受刘备的重用吗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赵云是手握长枪 下跨白马 长板坡是七进七出 绝对是完美的常胜将军 但实际上赵云 他根本就没有进什么所谓的五虎上将 不要说他跟关羽张飞这些人去比 就连后来的魏延在经历汉中之战以后 他的官阶都超过了赵云 那这是怎么情况呢 难道赵云真的是浪得虚名 也不是 赵云是哪里人 常山人 常山赵子龙 常山就是在当时冀州下面的一个小风 因为董卓乱权 天下大乱 这个时候袁绍又干掉了韩富 夺取的冀州 当时的百姓无所适从 于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了个会 就推举赵云为首领 带着大家伙投奔了公孙赞 公孙赞感到很意外 因为冀州不是被袁绍夺取了吗 怎么你跑到我这来了 那赵云就说 他说我们天下大乱了 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民主 所以我们大家伙开会 谁施人阵 我们就投奔 从这句话你就能发现 赵云他是一个没有多少情商的耿直汉子 你说他说的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什么叫做不知道谁是天下民主 那不知道你来投奔我干嘛 考察一下 然后就走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不能说出来 如果情商高一点 肯定说袁绍这个人昏会无能 只有公孙大人 您才是真正天下民主 我们就愿意跟着你干 那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他在公孙赞那里 没有受到重用 这个时候刘备刚好也在 公孙赞跟袁绍在争夺青州 派刘备和赵云前去援助 刘备一看赵云 小子有脸一下子 于是就挥动他的小锄头 看什么呀 挖墙角 俗话说得好 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到 他呢就放出了大招 叫请责同床 后来赵云离开了公孙赞 在公元两百年的时候 又投奔了刘备 这个时候的刘备 他在袁绍这里 看到了赵云来了 喜出望外 兄弟 我现在缺少兵马 你呀 趁机到外面 帮我招募一些兵马来 所以这个时期啊 刘备对于赵云呢 应该是非常信任的 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就是那个长板坡救后主 你说那不是很忠心的事情吗 把儿子都给救回来 那是我们以及赵云 可能是这么想的 但实际上啊 刘备不一定这么想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 刘备被曹操睡了一天一夜 丢弃弃子 只有十几个人在跑路 那丢弃弃子 一般呢 只有两种情况 一个呢 是真正的混乱 孩子丢了 那还有一种啊 是故意丢下来的 那叫做丢居宝帅 作为赵云 他可是刘备身边的保镖啊 那此时 你去救后主 就意味着你是失职 为什么 因为你是在丢帅宝居 那老板能高兴吗 对不对 紧跟着刘备夺下了 益州的时候 当时他打算了 把益州的一些房产 来封赏自己的将士 大家很开心啊 没想到赵云又说话了 益州女遭战火 老百姓没得吃 没得穿 你进入了益州 怎么能够强夺老百姓的田产 来封赏自己的手下呢 这句话说出来 让这个仁义建称的刘备 脸上是轻一阵白一阵 关键问题 他这一话说出来 让当时蜀汉集团 所有的文武官员 都特别的痛恨赵云了 为什么 奖金没了呀 所以刘备在称帝的那一年 当时有很多人要写这个贺表 那贺表是很有讲究的 名望越高 名字越靠前 当时有一百八十人 前面五十个人是有名字的 后面是没有名字的 而当时贺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马超 马孟奇 为什么 因为人家是世代恭候 排在第二位的是法镇 人家代表的益州集团 诸葛亮排在第八位 赵云你才排在哪里 他连名字都没有 而是在那个等一百八十人的等里面 由此可见 赵云在蜀汉集团的地位并不是这么高 可以说叫做公大而赏小 但是赵云不改初衷 刘备准备去发武的时候 赵云又站出来 他跟刘备说 现在国贼乃是曹卫啊 你怎么舍曹卫而打东吴呢 这句话让当时的刘备很生气 你不愿意就不要跟着我 所以移民之战 赵云没站 等到刘备死了以后 赵云待遇是不是好一点呢 也没有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他派赵云和邓芝带了几千人马出旗鼓去牵制曹真 作为这个宜兵 那曹真有多少人呢 至少有五万人 你这边只有几千人 于是赵云只好在旗鼓这个地方死守旗鼓 没想到这一次北伐呢 诸葛亮用错了人 施阶亭挥泪斩马素 所以整个北伐失败 那大家就得撤退 赵云这里一旦要撤退 那曹真那边肯定是率兵眼上 为了让自己的部队全身而退 所以赵云居然亲自断号 没有任何的损失 按说这是大功一件 因为当时马素的副将王平啊 也是减少了损失 所以有了封赏 而赵云呢 他不但没有封赏 居然还被贬官 被贬为了正军将军 那不知道赵云是不是在乎 这样的一种名利 但是呢 第二年赵云去世了 所以有时候在想啊 赵云如果说他没有投奔刘备 而是投奔曹操的话 不知道他的结局会不会好一点呢